这个职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危险的行业之一 现在我轮位于海深崴港口南部海域 饮水员正准备下船 今天的风浪有点大 来接饮水的船受海浪影响很大 光靠近我们船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在船上看的也都是心惊肉跳 幸亏这位饮水员经验非常丰富 非常专业 人长得也很漂亮 真的是巾帼不让去美 饮水员也叫领航员 就是在特定航区或者水域 到船上指引船部安全航行 靠离码头或通过船闸的专业人员 这个工作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薪资待遇也很可观 现在我们正在俄罗斯装载集装箱 老铁们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集装箱跟普通的箱子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这次装载了很多牛肉和血鱼等冷冻食品 这些就是号称移动的海上冰箱 说白了就是冷藏冷冻结装箱 温度可以根据运输货物的性质来调节 那这种结装箱的运费比普通箱的会贵很多 老铁们都知道 以前我国主要是从澳大利亚 阿根廷巴西进口牛肉 但如今这一局面已经被打破 自从2020年开始 澳大利亚减少了对我国牛肉的出口 而南美的牛肉出口大国阿根廷 又因为国内供应短缺而减少了出口量 所以留下了巨大的市场缺口 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和美国的牛肉借此机会迅速补位 尤其是近两年 我国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 包括牛肉在内的等农副产品 其实俄罗斯的肉类品质还是很让人放心的 因为他们的肉类在生产过程中 很少使用添加剂 一些其他国家所允许的添加剂 在俄罗斯是被禁止的 再一个就是俄罗斯的牛肉价格便宜 而且中俄两国的距离较近 运输成本低 至于口感呢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现在的进口量这么大 说明俄罗斯的牛肉品质 应该是获得了我国消费者的认可 装货完毕 我们船上的电机员就去检查这些冷柜的温度数据 做好记录 即将准备起航 本航次 我们从俄罗斯的海参崴港口出发 途经日本海 一路南下 在韩国釜山靠港卸了一部分货 然后进入我国东海海域 最后到达目的地港口 江苏泰昌港 全程 1023海里 五天就能到港 海参崴是俄罗斯距离我国最近的港口 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 临近中俄朝三国交接 地理位置优越 是远东太平洋地区天然的海港 通过地图可以看出 它真的是紧邻我们的东北三省 海参崴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教法 1860年被清朝割让给老俄帝国后 改为俄文名字 弗拉迪沃斯托克 有点绕口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在俄语中是征服东方的意思 所以我更喜欢称它为海参崴 意思就是海边的小玉川 可能有老铁一听到这里就上头了 我们割出去的地就要把它收回来 稍安勿躁 这么说吧 几百年前 中亚甚至东欧地区 也都是我们元朝的领土 估计听到这里你更来气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现在我轮航行在日本海域 风浪有点大 船晃动的也很厉害 从这个倾斜仪上可以看到 现在横摇的幅度在十度左右 跟我值班的这个水手很有意思 在架子台趁机爬坡就当锻炼身体了 健身房里这两个打乒乓球的哥们更会玩 要是这都能打得好 那还跑什么船 可以直接上奥运会为国争光德了 现在我们船到达韩国釜山港 在这里中转了一些货柜 主要是雪鱼之类的冷冻海鲜 这个港口只靠了五六个小时 傍晚开航前天气逐渐多云 晚上就开始电闪雷鸣了 这种天气夜行有点恐怖 老铁门长按点赞 可以触发彩蛋特效 来点支持 来点鼓励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东海海域 船上的水手给船舶做着保养 刷发漆 天气虽然热 但是集装箱船干活不算特别累 因为大多数的时候都晒不着太阳 干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只小家伙 在我们船附近转悠 仔细一看原来是只鲨鱼 不算大 估计是小鲨鱼走丢了 把我们船当妈妈了 干完活按照惯例就要吃顿好的 聚聚餐 小银两杯 那句话咋说的 百年修的同船渡 十年修的共振棉 兄弟 我先干了 你不能随意 九竹饭饱在海景开地位 高歌一曲 哎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就没有碰见过女海员 这就是枯燥的航海生活 前方即将抵达目的地 江苏第一大港口 泰昌港 泰昌港位于长江入海口南岸 自古就是东方大港 天下凉昌 这里海岸线平直 风景优美 历史上曾是明代著名航海家 正和七下夕阳的起毛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船不很多 港口非常的繁忙 我们船正停在毛地等待进港 此次到港后 我们船上有几个船员同事就要休假了 一起并肩作战的几个兄弟要休假了 相处了几个月 还有点舍不得 本期视频接近卫生 各位老铁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有缘江湖再见 我们下期见